其实你看96年那个阵容版底 也是依据当时的规则体系定出来的 96年公牛你别说是干不过17年勇士了 就是打谁呢 就是打现在这个时代 季后赛当中东西部加一块 全联盟排前六的球队 当年的96公牛都不见得能干得过 这话并不夸张 为什么不夸张 时代变了 96年公牛 或者说你不能说96年公牛 那会有一个特殊背景条件 就是当时的三分线缩短到了6.7米 比现在的西边三分线还短 你就知道什么概念 在那种情况之下 公牛的场均三分命中数 也不过就是6个左右 而到了后来呢 就是9798赛季 那会儿三分线又回归到了原来的长度 7.25米 你再看公牛队 场均命中三分球就三个 你难以想象 你要说在现在这个时代 一支球队啊 我场均进攻队 一场比赛就三个三分远色 就进三个三分球 你能好死吗 就任何一支球队 你就实力强 你比如说骑士队 有詹姆斯 有乐福 有欧文 可以了吧 如果说骑士队 一场比赛就能进三个三分球 那不可能整惯 那这是现实的吗 时代变了 你这个简单来讲 那就效率层面 现在这个比赛啊 那效率层面就能够压死你 你靠着两分球 你能说一直玩的转吗 而且在现在这个时代 什么概念 因为当时啊 就那支公牛队阵容当中 说白了就投射能力 没有几个好的 也就史蒂夫克尔能拿到出手 那其他那些位真是不行啊 就准行这块不行 97到98赛季 我要是没记错 斯科蒂皮棚 远色命中率也就32% 这就属于什么 没有足够的威胁 跟现在支母根差不多 至于说麦克尔小胆 整个职业生涯 抛开掉94到97 三分间缩短那三个赛季 总体的三分命中率 只有28.8% 28.8的三分命中率 谁会拒你 你就三分间以外 你可就是投呗 对不对 你也投不死我吗 那你在这个时代 这会导致一种什么现象 公牛队面对任何一支球队 我就搜索联防就完了 你不要忘了 乔丹那个时代 不允许联防的 我现在直接联防搜索 我就完了 你怎么往里进呢 你那伊斯曼克尔乔丹 中距离背身翻身后仰 一直这么打 你能打死对手啊 你两分球 你不要忘了 三分球加成以后 进攻效率多可怕 两个时代 因此96年的公牛 你如果说直接横移到 现在 打季后赛全联盟 排前六的队伍 我认为都胜算 你要说赢的 这个概率都不高 对不对 因为你 确实不行 现在这个时代 特别强调空间 篮球也是在进步的 尤其在现有的 允许联防的规则之下 你三分队有火力 要不然人家一用联防 你怎么往里进呢 你不能预回你吗